有沒有曾經被人家背叛或誤解 我只能說常常 當然我覺得 剛開始我一定覺得很委屈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談到自我的時候 我希望你可以多認識自己的星座 那我後來學了占星 我知道我自己是天蠍座 我們是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是金牛石子天蠍水瓶 我們這個星座有一個屬性 就是我們的自我蠻強的 那個自我蠻強不是說很有個性的那一種 而是我們常常會一股腦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表達我們的愛 表達我們對你的重視跟喜歡 那但是我們的方式能不能被人家接受呢 不在我們考慮之裏 尤其在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 所以也許我會用 譬如說我很喜歡某一個男朋友 我就會說你去哪裡 你跟誰見面 可是在他看來可能就會覺得我是很恐怖的 為什麼要限制他 其實我是在表達我對你很在乎 你不要以為每個男朋友我都這樣問喔 所以我們的認知跟別人認知的差距 使得我們經常有被辜負跟被誤解的感覺 當我知道了這一層 我們人際關係的主要問題以後 我開始覺得被誤解也是很正常的吧 被辜負也很正常吧 所以我比較傾向先自我反省 我後來就開始變成只要遇到問題 我第一個就去想說 是不是我剛剛的講話方式 又帶給別人誤解的感覺 還是我的表情出了什麼問題 那當然這也有一個 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我會越來越 潤滑或者是改善了我自己 但是壞處就是我看起來太軟弱了 好像被別人欺負了 我就是還是在用一種比較守的方式 而不是攻的方式 那的確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我身上 我吃了很久的虧 比如說當我被人家真正的誤解 或真正的欺負 我看起來像是沒有還嘴也沒有還手 那這個部分因為我拿捏不住 我該還多少手 我怕我一還手又太重了 我怕我真的會一掌拍死他 或我一句話堵死他 那我就也很控制我自己 可是久而久之我覺得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 我倒覺得老天是有眼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可能我也看我自己命盤 我覺得我晚運不錯 早年雖然受到誤會 但是反而讓我能修身養性 然後也許這也是我晚運不錯的原因 那我晚運有多好 各位看到現在就是知道了 我也不是二十歲被你們Vogue採訪 我是五十幾歲的時候被你們Vogue採訪 我想這也是很少有女性能夠達成的一個目標 你們應該是採訪大明星 採訪很漂亮的時尚簡單的人 那我想我今天能得到這一切 就是我早年有修煉的關係 所以被誤解我覺得就趕快反過來 第一個先修改自己 然後第二個學會應對的技巧 我覺得你會減少被誤解的可能 以及很多年之後誤解你的人也會看懂 你其實不是那樣的人 然後你要活得夠久喔 所以我們還是要好好養生 如果我們被人傷害 然後後遺症是不敢對人好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你被那個人傷害 那跟下一個人什麼事 人際關係是互相的 前一個跟你有誤解 你趕快去找出問題在哪裡 但我不覺得它會影響你跟下一位 下一位也許跟你很合啊 他很了解你啊 不會有這樣的誤解產生啊 也許透過了前一個的誤解 你終於明白自己看人也有問題 下一個挑選到的朋友 或接納的朋友 也許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不要失去信心 不能把在前一個人身上得到的挫折 發泄在下一個人身上 我覺得那對下一個人是不公平的 那代表你還不夠成熟 你的確不值得有好的人際關係 這樣也代表你好像不值得一個好的人際關係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用正向的角度來看待 上一個歸上一個 下一個我們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你有機會做一個全新的人喔 晚安